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为《诗经》 《诗经》收集了周初到春秋中夜500年间的305篇作品 这些作品产生的区域约相当于京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以及湖北北部一带 作者包括了从贵族到平民的社会各个阶层人士 绝大部分已不可靠 时代如此之长,地域如此之广,作者如此复杂 显然是经过有目的的搜集整理才成书的 那诗经是怎样编程的呢? 刚才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 说《诗经》当中现在的作者一般都不知道是谁写的 可是《诗经》这一部诗歌总集 它可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啊 对不对? 它是怎样编程的呢? 它又为什么叫《诗经》呢? 在古代文化当中,什么样的一些作品才可以被称之为《经》呢? 这就要从我们古代一位非常伟大的教育家孔子说起了 孔子在当时的春秋时期,民生已经大振 它前期费了许多的努力,对不对? 那么后来它的儒家思想得到了推广,名声已经大振了 相传啊,《诗经》呢,不仅仅是周朝的统治者命那些搜集者 他们把它整理成册 而是可能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孔子 他来负责搜集、整理,并且做筛选 就孔子通过自己的一些思想 他呢,来干嘛呀 来这个传,来传写过这个《诗经》 那为什么叫《经》这件事啊 就要从我国古代的《四书五经》说起了 在今天这个课当中,我们有许多的文长 大家一定能记忆心了啊 那么所谓《四书》呢,指的就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我们都知道《论语》是这样的吧 什么,三人行丢我诗 那样的吧,学而实习之 学习过许许多多孔子的观点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五经》 在古代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书 你想叫经就叫经的 因为经是什么意思,孩子们 经是什么意思啊 他说经神,经神的经不是这个经 那什么意思呢 经,读几个词吧 他说经典 是这样的吧 那我们就会发现经典之作有哪些呀 是这样吧 那咱们就会影响到 其实当时呢 孔子呀,他我们都称他为孔圣人 那孔子他的儒家思想 得到了我们当时的那个年代统治者的认可 并且一再的向所有的各地各个地方来推广 而导致呢,当时在民间呢 在统治者这一个整个的大圈子里啊 流行着这样的一种观点 叫什么呢 叫独尊 如指的就是儒家思想 对不对 独尊如术 我们都知道 在整个的儒家思想当中呢 孔子呢 他是以云治天下 这样吧 那么咱们就会感觉到独尊如术 那那个时候 以前老师也讲过 我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啊 当时呢 真的是诸子百家 这样的吧 各种子 什么孔子 孟子 孙子 然后吧 韩非子 等等等等 那包括一些道什么 法家思想 道家思想 对吧 那么为什么统治者 他如此的 对吧 尊敬孔子呢 把他当 把他捧到了一个圣人的地位呢 那么就是因为 他的儒家思想当中 有许许多多 可以去让统治者 借鉴了一些治国的方法 那么我们也就会发现 这时候 经过孔子之手的这个诗歌 那当然了 里面有许多的思想呀 都非常的经典 对不对 于是大家就觉得这首诗歌 如此经典 那么我必须要给他一个很高的地位 叫做诗经 还有的人是觉得 这一部诗三百当中啊 里面有许许多多 有着对后世 有指导意义的诗歌 所以我觉得 哎 他在整个我们的历史地位上是非常高的 所以叫诗经 那么在五经当中 除了诗经 还有上书 李济 周易 这是刚才咱们一开始上课的时候说过的 对不对 还有孔子的春秋 我们都知道孔子因春秋而名声大振 这样了吧 然后后来呢 我们又有了一个什么 呃 李氏春秋 是吧 好 那么咱们就会感觉到 哎 原来在剧手 原来在这一部诗集当中 有这么多金牌的诗歌呀 对不对 那我们呢 要从哪几个方面去学习诗经当中的诗歌呢 老师给大家呀 把整体的简单的梳理成了六个小板块 咱们来看一看啊 在这六个板块当中呢 我们可以去分门别类的记忆 那么这第一个部分呀 叫做风 第二个部分呢 叫做雅 第三个部分 叫做素 这些都是诗的分类 你可以直接把这几个字写在诗歌的分类 这个小篮子的上面啊 好了 什么叫风呢 我会发现诗经因为里面的诗 它它并不是一个人写的 所以风格种种 各种类型的都有 对不对 可是我们整体来说啊 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个诗歌 都是要配乐去朗诵的 那不仅仅要朗诵 我还要演奏乐曲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一些文字 要在不同的场合去演奏 那风啊 指的就是风土之音 说白了 就是民间的小调 民间的小调 我们称之为 这叫风啊 对不对 哎 这些诗歌是在民间唱的 是吧 好了 那么雅 高比较高雅的这个时候 不是风了 这样了吧 变成了什么呢 变成了朝廷之乐 雅呢 又分大雅和小雅 以后我们还会续讲 那除此之外 还有一种非常特殊的一种 这个小一种这个乐曲啊 它叫做送 送呢 指的是宗庙之音 哎 就祭祀的时候 我去干嘛呀 哎 我去这个演奏的一些乐曲 哎 去唱的一些乐曲 那我们就会感觉到 这有什么区别吗 老师举个例子啊 嗯 比如说 因为咱们今天 咱们今天也有歌 对不对 哎 歌曲 咱们不要诗歌了 叫歌曲 对不对 那比如说 我们今天朝 咱们以朝廷正月为例啊 朝廷正月就是为亚的 很高雅 是吧 那比如说我们今天 我们的习大大 这样的吧 习近平习习大大 那他们要去 嗯 比如说要去美国访问 美国访问 那两位国家元首 这如果在古时候 这就是朝廷 这样是吧 那两位国家元首呢 他们就要见面了 然后旁边有许许多多的 战兵啊 讲那些战士 那我们就会发现 这时候一般啊 我们演奏的都应该是什么歌曲啊 是吧 比如说有同学 英勇金进行曲 或者是国歌 你知道吗 是这个调 是吧 好了 那结果这个时候呢 你会发现 这个播放音乐的这个人呢 他一表情把牙搞成了风 结果呢 他放的是 加油您是一只羊 之前这个时候 可能期待了 他刚从这个后面 往前方走去 刚想和这个 我们的这个国家元首握手的时候 结果后面放起了 细羊羊羊羊羊羊的乐曲 我们就会发现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 孩子们 这个播放音乐的人 一定会拖出去展了 是这样吧 所以说在今天是不是也是如此呀 那么在古代的时候 不仅仅讲究的是这个 也是这个旋律 那么更多的呢 是旋律背后的那些 什么呀 语句 对不对 所以诗歌是一个完整的 不可分割的部分 那宗庙祭祀呢 也有许多的讲究 比如说 呃 我们今天啊 今天你谈到祭祀 有些人说 嗯 离咱们太远了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就是去祭祀祭祀怎么回事 你都不知道 就是祭神 祭拜祖先 是这样的吧 祭神是祭神 祭拜祖先是祭拜祖先 是吧 哎 这个他他都会都会分门别类 古代的时候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祭天的 古代的时候只有天子 就是只有皇上 他才要每年呢 隔一个 就每隔一年啊 都会有一个特定的特殊的日子 哎 要这个皇帝呢 然后这个比如说这个整个的这个气氛都很隆重 这样的吧 然后拿着许多的东西去拜神 这叫祭神 因为皇帝是天子 只有皇帝他是能够和天队上话的 那么还有一些诸侯呢 他可以去祭祝 可是百姓他不能祭祥也不能祭祢 他要干嘛呢 他可以去祭自己的祖先 对吧 哎 可以去顶多能去祭祭造王爷 造王爷是管着他衣食住行的 对不对 所以说古时候啊 祭祀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老师说老师这些和事情有什么关系啊 正是因为我们了解了这样的一些古代的文化 一些文长 我们今后不管是读诗经里面的诗歌也好 我们去学习其他的诗歌 其他的词的时候也好 哎 脑海当中的这条线索才能够更加的清晰而明确 对不对 那可能又有的同学会有疑问了 说嗯 那么松亚松我知道了 这怎么还有三个家伙呀 他们是什么呀 这个不是姓啦 他读心 是不是 这个字呢 读素 这个字是比 这个字是心 对吧 在这里面它是一个多音字 那其实啊 这是三种诗歌的表现手法 这个我们到了高年级还会具体的去学习 现在只要我们了解了就可以了 能了解到什么程度 我们就了解到什么程度 但是很简单 什么叫负呀 诗歌当中啊 有许许多多的故事 对不对 那一般情况下呢 哎 平仆直序 这是我平淡的 平仆正常的去细数一件事 这就叫负了 明白了吗 把一件事讲明白 普通的讲明白 这就叫负 那什么叫比呢 比 说白了就是咱们今天的比喻 这是打底方 对不对 所以说在诗经当中 如果你看到了有每一句 因为它非常讲究结构上的统一 非常严谨 如果每一句话都有什么 如如如如如如 什么像像像像像 好似好似好似 那它就是什么写作手法呀 就是比了 明白了吗 嗯 那除此之外 还有这种写作手法叫做心 所谓的心呀 其实就是由一个事物 联想到了另外一个事物 大家还记不记得咱们在三年级暑期班的应该是第二次直播辅导当中 如果这一个部分没听过的孩子你可以回过头来到我的糖果坑搜群里去找一下 老师已经把第二次第一次第三次所有的直播辅导的课件传到了我的糖果坑搜群当中 那么那个课件当中呢 有一页老师就是摘取了 为我们今天这些课做了铺垫 摘取了诗经当中的一首诗歌名字叫中斯 大家还记不记得 中斯就是哥哥 对不对 那么哥哥呢 哎 他怎么你为了在写哥哥呀 他运用了什么写作手法 就是因为哥哥他是一种 生产力非常巨大 而且连连不绝的一种动物 对不对 古代的那个时候啊 不像咱们今天讲究计划生意 那个时候大家都求得多子多福 多子就是多福 对不对 哎 就像自己家里孩子越多越好 那那个人啊 其实他写这首哥哥呢 哎 什么哥哥 这首中斯呀 就是为了干嘛呀 哎 来让读者想到另外的一些事物 由哥哥想到了子孙绵绵不绝 这叫做心 就是联想到其他的事物 他并不是在说哥哥本身 而是在形容那种 绵绵绵不绝的子孙的状态 明白了吗 孩子们 OK 那么刚才呢 我们又整理的了解了诗经当中的六一 诗经的写作手法分别是负比兴 诗经的分类分别是风亚送 你只顾问吗 你只顾问吗 好